那么现在我给你们说一个真实的法 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这不是一个比喻 这是个真的 你自己这个身体就是个笼子 你在你这个身体里头啊 时钟都跑不出去 就好像方才说那个南丁忍世第一 你始终也没有到顶位上 也没有到这个忍位上 也到不了世第一 你等你到了世第一了 那就是啊 出去这个这个笼子了 那时候你自己放自己的身 那是真放生 懂了没有 现在我给你们讲一点真正的道理 你要是想得到那个放生 就先要放这个身 你放这个身就会增加你那个身 就是你那个身也就会长大了 所以这放生 是在佛法里头占很重要的地位 你不过你自己 没有得到这种的 呃 滋味 没有啊 领悟到这种的道理 你认为它是很普通的 啊 你想要得到你自己的放生 你就先要修这个放生 你不修这个放生 就得不到那个放生 啊 这是生生不已 化化无穷的道理 你不要把这个放生 看得看得小了 啊 你这 呃 这 这 这做了一点 那种就增加了很多 啊 这个修道啊 就是要自己去修行的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确计啊 不要批评这 这种法门 啊 这个 现在我说这个法里头的 大家 会得有人明白 会得有人不明白 要王如当之 入世主人等 不闻法华经 去佛志甚远 绕闻 绕闻 世神经 绝了 生文法 世诸经 之王啊 闻以 提思维 当之 此人等 进于佛智慧 要王如当之 释迦 释迦 牟尼佛 也叫了一声 说 要王菩萨 你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什么呢 我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猜了 不要想了 入世主人等啊 向前面 我所说 这个 人等 不闻法华经 不闻法华经 他们呢 入股 不听见了 这个法华经 去佛志甚远 这个入世主人等啊 是 佛在世的时候 可以说是啊 在法会的 这一切的人等 这一切的人等 如果要是啊 没有听过法华经 去佛志甚远 离佛智慧啊 是很 非常之远的 这是一个意思 也可以说是啊 要王菩萨 你应该知道 等我灭度之后 所有的 一切的人 诸人等 回着 天龙八步 人非人等 他们 要是不听见 法华经的 都是 不会 有成佛的 这个机会 为什么呢 他没有 佛的智慧 啊 所以啊 就不能成佛 离成佛呀 是很远的时候 绕文 是神经 要能啊 听见 这个 妙法 连华经 这一种的 深远的 妙法 这个经典 绝了 生文法 他们呢 就明白 这个 生文法 啊 不是 究竟法 绝了啊 就是 真正明白了 真正明白 这个二乘法呀 二乘的人呢 不是 究竟 还应该呀 向前去呀 修行 啊 行菩萨道 修六度万恨 才是成佛之道 之法呢 是诸经之王啊 他知道啊 这妙法连华经 是一切经中的 一个王 经中之王 文以 提思为呀 他听见 这妙法连华经之后 提 提就是 神 神体 啊 详细思维 啊 这个思维呀 你又不要误会 说是 这思维 是不是大妄想呢 在那想来想去 这不是大妄想 这不是大妄想 这个提呀 神体呀 就是 叫你去擦 就是啊 什么叫神体呢 好像你 参悟这个 念佛是谁 这就叫神体 提思维 你能 把这个念佛是谁 参悟明白了 这就是啊 开悟了 现在 你提思维 提思维呀 什么呢 妙法连华经 啊 这妙法连华经 这个法怎么这么妙呢 为什么叫妙法呢 啊 怎么样个妙法呀 要啊 神师 来思维 当知此人等啊 你应该知道 他提神 而思维的 妙法连华经 这样的人啊 你当知道啊 这个人 哪一个人呢 就是你听到 妙法连华经 这个人 进于佛智慧 进佛智慧 这个进 是啊 相进 离佛的智慧相进 但是还没有 到佛这个智慧 至于进于佛会 到佛的智慧 你真 真的 深入 精脏 智慧 入海了 那才能啊 是佛的智慧 你要没能 深入 精脏 这个精脏 怎么深入法 我告诉你们 这样入法 明白了吗 怎么样入呢 你由这个 法花经 一开始 入室 我闻 照见诸法 实相 这个照见 诸法 实相 不是说 一句一句的念 一字一字的看 由钱 由法花经 开始 你那智慧 你那智慧 彻始彻终 把这个法花经 都明白了 得到法花的三妹 好像天台智者大师 那就是啊 得到法花三妹 前方便 入了 法花定 我常给你们讲 他念经 念到啊 要往菩萨 分身 共佛 那个地方说 是真经 今 是明 真法 共养 哦 他延然入定 念到那个地方 他入定 入定啊 把这个 法花经 由始至终 都照料了 真 念经 不用口 不用用口来念 真烧香 不用手 不用手来烧香 你看你用什么烧香 这念经 不用口来念 过您 你说你以前不会念楞严咒 现在你应该念楞严咒了呢 由始至终 一字也没有错过 根本你背不下来 现在能背得出了 这是谁背的 这是谁念的楞严咒呢 这就经啊 也就这样的妙法 你看 他说他楞严咒啊 背 背不出的 有一天他说 应该背楞严咒 那么从一开始到背到完 一个字也没有错 念经也就这样 方才对你们讲 真心念经 不用口 真心烧香 不用手 您天天呢 用手来装一支香 这是形式而已 你要得到啊 这个烧香散妹 烧香也散妹 不用那手烧香 所以这个法师讲经讲的 这是他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不单你不知道 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说什么 你一定不相信 念经 不用口 但是还不理口 真正烧香 不用手 可是也不理手 可是也不理手 那么 也不用 也不理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 我知道了 真正念经 是念 无字经 一个字也没有的经 所以 也不用口 也不理口 真正烧香 不用手 也不理手 因为 因为 你要烧你的心香 你的心香 要是点起来 那是 昼夜六时 常常烧这个香 但是 这个香 也要由你手来烧 也不用 不用你的手烧 可以 也不理你的手 这是烧香 这是烧香 的问题 不讲它 讲什么呢 今天有一个糊涂徒弟 来问一件糊涂事 问这个糊涂师傅 再叫这个糊涂徒弟 问什么呢 这个糊涂徒弟 不认识自己 说是我说话 有的时候 是我说 有的时候 右脚头 不是我说 说这搞得 这一个人变成两个了 你说这是不是糊涂 一个人变成两个了 那个在什么地方呢 他也不知道 来问这个糊涂师傅 糊涂师傅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师傅也不知道 又想一想呢 这糊涂师傅 叫糊涂徒弟 无论如何 也不要叫糊涂徒弟 给问住 所以 就想出一个糊涂方法 来叫他 叫怎么教呢 我就说了 你也不要听你的话 用你来说话 你也不要用他来说话 用那个真的说话 哪个是真的 你就用哪一个 哪个是假的 你就不用哪一个 这个糊涂徒弟一听 也没有糊涂 问题了 不问题 糊涂问题没有了 那么就是变成明白问题 想不到这个糊涂师傅 叫出了一个明白的问题 让人说死经 应若如来时 遭遇如来依 而作如来作 处众无所谓 广为分别说 大慈悲为实 若何人如意 诸法空为作 处似为说法 照说此经时 有时 有时 有人额口骂 家刀账 我时 念佛 顾应人 让人说此经 释迦牟尼佛对药王菩萨说 说假设要有人在我灭度之后 想要为人解说这佛华经的这一个人 应如如来时 说这个佛华经这个人呢 应该先到这个如来所住的那个房子里 朝于如来衣 要穿上佛所穿的这个衣服 而做乳来做 做到啊 佛所做的这个座位上 处众无所谓 处于大众之中啊 是毫无所谓 不会被这个大众 这种威德位 所压住 所以啊 在任何的场合里边 都无所恐惧 广为分别说 那么 为众生啊 说这个法华经 广 就是详详细细的 来呀 为这个一般人呢 讲述 讲述 这法华经 方才 所说的 如如来时 什么是如来时呢 这如来时 并不是啊 说佛所住的那个房子为之 如来时 这就是大慈悲心 你能有大慈悲心 发愿 广度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 疗生脱死 早成佛道 啊 怎么叫慈悲啊 慈悲 是啊 回着一个小虫子 回着一个蚂蚁 甚至一个蚊虫 也不伤害 这都是慈悲心 你真正有慈悲心 咱们都应该啊 帮助他 这不论呢 他是我过去生的父母啊 回着兄弟姊妹啊 六亲眷属啊 不管他 我们就本着这种慈悲心 看见众生受这个苦 他没有得到自由 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让他得到自由 这就是慈悲心 那个慈悲心 不是啊 对这一种事情我慈悲 对那种事情我就不慈悲 这慈悲心要有广大的慈悲心 这广大慈悲心 是对一切众生都要有慈悲 不是对人 行这个慈悲 对畜生就不行慈悲 或者对畜生 行这个慈悲 对人就不行慈悲 这个慈悲啊 是包罗万有的 所以把法界都包括到这个慈悲心里边 所以才说啊 这就是辱来实 辱来实就是个大慈悲心 那么招辱来依 招辱来依 辱来依就是柔和忍辱意 这柔和就是不强硬 在地藏经上说 刚强众生 难调难浮 那就是不是柔和了 柔和 就是对这个强硬来讲 没有强硬 柔和 忍辱 忍辱啊 是最妙的一个法案 所以在六度之一 第三度就是忍辱 人 有三种 有生忍 乏忍 无生乏忍 对一切众生 他对你 好不好 你都可以忍 忍人所不能忍的 修这个忍呢 因为 因为你柔和 忍辱 这就好像衣服 这就是辱来依 辱来依 就是柔和 忍辱 那么 法忍 消息佛法 有的人 有的人就嫌恨佛法太多了 不能忍 有的人呢 又嫌佛法太少了 也不能忍 我消了这么多佛法了 念了这么多经 消了这么多 消了这么多 总还很多 消也消不完 心里也就 生出一种着急的心 你有这种着急的心 这也叫不能忍 妄想 你这一大妄想 把什么佛法也都 甚至于你消费的都忘了 也就不能忍 没有法忍 又要有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 修这无声法忍 没有法子忍 还要忍 说啊 我真是啊 忍不了了 你要忍 能忍了 忍了 不要忍不了 你那一着急 一有脾气 那就不能忍了 这无声法忍 无论什么事情 都要忍 能忍的也要忍 忍不了的也要忍 柔和忍辱一 诸法空为座 为什么 我昨天呢 问你们 说你们对这个放声 有什么感想 有的人 就说有这个感想 有的人说呢 有那种感想 那么这个 放声 我们就应该做的 这个事 做去 做过去就了了 嗯 不过 你没有见过 一定会有一种感想 所以我问 你能得到这个法空呢 就得到这个 诸法空为座 出此为说法 你做到这个 诸法空 座上啊 不要 不要 有人我像 不要有众生像 不要有受者像 然后说 此经时 假设你说这个 法华经的时候 有人 恶口骂 你正 正讲经呢 他来一个人 把你骂一顿 本来你讲经说法 这是一种好事啊 这是一种功德啊 他来一个人就骂你 人我口骂 大慈悲为始 说是啊 这个 大慈悲 就是个房子 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出家人呢 要 这个大慈悲啊 为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柔和忍辱意 柔和忍辱 是我们的衣服 像我们的衣服似的 那他 天天穿到身上 这柔和忍辱 诸法空为作 这个 能明白 诸法空相 所以那个新疆说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骂不亦空 空不亦彩 这都诸法空相 诸法空为作 说法还不要指招法 要以法空为作 处此为说法呀 要坐到这个 呃 法空坐上啊 来说法 穿上啊 柔和忍辱的衣服 呃 法师要说这个经的时候 有人 恶口骂 有人呢 就骂他 说 呃这个 要要有人读诵几经 此经 让为世人倾鉴 呃呃 比人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呃 当得偶有多老 三百三不低 这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 所以做法是 有的时候遇到这个逆缘 也有人毁谤的 就是毁谤 也不动心 也不能就和人家发脾气 嗯 嗯 呃 呃 夹刀 杖 瓦石 呃 夹刀啊 这个 就是身体有刀 呃 夹刀啊 呃 剥梗子声 用杖来打 用瓦石来打 这都啊 要忍着 都要 用这个忍辱医来 呃 退这个 呃 这种的魔障 念佛 顾应忍 在这个法师啊 常常念佛 所以 遇到这个境界 都应该啊 要忍耐的 念佛 就念佛 念法 念生 你 念佛 就修 佛的慈悲 念法 就修 这个忍辱恨 柔和忍辱义 啊 念生 就修 这个诸法 空为座 所以 这样子 这 就是人 我 千万 亿 都 先 静 肩 骨 神 与 无量 一切 为众生 说法 让我灭度后 能说 此听者 我前 我前 四中 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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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及 清静 事女 供养 于法师 我 我千万 亿都 说 释迦牟 尼佛 说 我将来 去灭度 之后 到其他的 果度 我千万 亿 这么多的 果度 现 净 坚 骨 神 现 这个 清 净 坚 骨 的 佛神 于无量 一节 在这 无量 一节 这个 这么长 的 时间 为众生 说法 为 所有的 众生 来说法 让我 灭度 后 假设 等到 我灭度 之后 能说 此经 者 要有人 才能 讲 这个 妙法 莲花经 我 前 画 四中 我就 派遣 这 画人 和 这 画的 四中 四中 就是 比丘 比丘 尼 尤破 塞 尤破 尤破 既 清净 逝女 清净 逝女 就是 尤破 塞 尤破 尤破 供养 于法师 供养啊 这个说法的 法师 引导 诸 众 众 众 室 既知 令 听 法 让人 欲加 阿 到 战 击 瓦 时 在前遍的化人为之作为一户 引导诸众生 释迦牟尼佛说 我引导这一切的诸众生 既知令听法 聚会到一起 叫他来听法 这其中就有这些个化人 和化四中等 让人遇加害 假设要有人呢 想要加害这个法师 或者刀杖及瓦石 来加害这个法师 来遣变化人 我要遣这个所有的变化人 为之作为护 来保护说法的法师 这个 释迦牟尼佛呀 虽然灭度 入了涅槃 现在啊 在其他的世界 其他的国度 有成佛 教化终生 那么在这个 苏佛世界 有说这个法华经 这个人 释迦牟尼佛 在其他国度 也一样啊 互念 这说法的法师 不但互念 说法的法师 就是啊 受持的法师 他也互持 读的法师 他也互持 送的法师 他也互持 那么书写的法师 他也互持 那么现在 这一品呢 是讲的法师品 这法师品呢 就是 这五种法师 都受 释迦牟尼佛的 互念 释迦牟尼佛 自己本身不来 那么也排 太前呢 天龙八博 哎呀 拥护 这五种法师 这五种法师 为释迦牟尼佛 所互念的 究竟这法师 两个字 又怎么样 讲法呢 法 就是佛所说的法 师 就是 教这个佛法 以法为师 以这个佛法 做自己的 师父 这是一个讲法 那么 依法 不是个人 这也叫法师 所以啊 那么 现在这个 法师品 本来今天呢 先来讲 讲完了它 但是 又讲不完了 等下个礼拜 以后再把这法师品 讲完了 靠说法之人 读在空闲处 寂寞无人声 读送此经典 我儿时为仙 清静光明神 让佛 Dus 要望师扛 告语 若望师张居 为说 令同理 要人 据事德 回威似证识说 空处读诵经 接得见我神 让人在空前 我见天龙王 夜长鬼神等 为作听法中 世人乐说法 他分别无怪 祝福 护念国 能领大众喜 让亲近法师 速得菩萨道 随顺世诗笑 得见恒沙佛 这一段文是妙法莲花经 法师品 第十 最后的一段寄送 是赞叹呢 讲说法莲花经 这个法师的这种功德 要说法师 假设 在我灭度之后 在我灭度之后 有人呢 想要讲说法莲花经 灭度之后 他自己欢喜说法莲花经 灭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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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self 我们通过去 Horror界 对我们的灭度之后 那本身条 这是一个旷野无人的地方。寂寞无人声,这个地方非常的清静。 一天也听不见一个人声,一个月也听不见一个人声,甚至一年呢,十年百年呢,都听不见有人的声音。 这个地方是独处空闲的地方。 读诵此经典,那他没有人声,他自己啊,容易入定,容易得到啊,禅定的三昧。 所以啊,他自己在这儿啊,回着堆着本子来读这个法华经。 回着离开这个经本呢,来送念这个法华经。 我儿时为现啊,我在这个时候啊,儿时就是这个时候。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啊,我在这个没有人的这个地方为现啊。 我为这个修道的人现,清净光明神,现出一个清净光明神。 这个清净光明神,也就是一个清净的智慧。 清净的智慧,就是啊,没有一切的妒忌心,障碍心。 啊,这清净光明,清净光明神,释迦牟尼佛现这个清净光明神。 什么是清净光明神呢?就是这个法华经。 这法华经,令你生清净的智慧。 你有了清净智慧,就得到清净的光明。 有清净的光明,就现出啊,这个清净的法身来。 要忘诗章句,假设你要忘了这每一章或者每一句,这个句道。 我说,我呀,在默默中,我就告诉他。 就好像啊,在梦中似的,我就告诉他。 说,那个字啊,你忘了,应该有那么一个字,就告诉你。 回着,在禅静这中来告诉你。 你这坐坐禅呢,你把法华经忘了。 啊,法师品,那句记忆怎么说来的? 啊,是了。 啊,要有人说法。 啊,独处,独居,空闲处,寂灭无人生。 啊,那一句是什么呢? 寂灭无人生。 啊,这个啊,呃,然后,自己就想起了。 哦,读诵此经典呢,那一句是读诵此经典。 他想起了。 这个想起不是你自己想起了。 这是啊,释迦牟尼佛呀,在那个, 常寄光啊,用智慧啊,来加倍你。 用这个清净光明啊,来照耀你。 令你啊,又寄起来。 啊,你一说这多妙呢。 这比你买个电脑总来的快。 电脑你用,要用手指头按,按一按一按, 然后才知道。 这个不用按,自己就想起了。 这个电脑比那个电脑更,更有用,更妙。 啊,让人,俱识得啊,假设。 这个人呢,要是,俱足这种的,呃,清净,呃,修行的得横。 啊,也没有欲行,也没有贪行,也没有称行,也没有痴行,也没有痴行。 你俱读啊,啊,这个戒定慧,这种的得。 啊,回为四众所,回着啊,为比丘僧,比丘尼,幽婆赛,幽婆仪,来说这个法号经。 空出读诵经,在这个,呃,寂静处啊,来念诵这个经典。 接着见我神,都能啊,见到我神。 什么是我神呢?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的神,释迦牟尼佛说是我神。 这个我神呢,就是法华经。 你念这个法华经,得到法华经的智慧,这就是开佛的智慧。 开佛的智慧,也就是,得到佛的神,得见佛神。 咀嚣,被佛神,要人在空闲呢? 就是,假设这个人在空闲的地方,我显天龙王,啊。 我答 yepyay criterion,这个天龙 fiance双, 呃,这个鬼神王,夜叉鬼神等,这个, φイтинг夜叉,呃, 呃,鬼呀,和神哪,呃,啊,这一切的,呃, 呃,这一切的护法。 呃,呃,呃,总听法中啊,呃,呃,这个,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 所以我派着一些天龙八步来听法 为作听法众 世人乐说法 这个人欢喜说法和经 分别无挂案 分别说这个经的道理 一变成无量 无量又变成一 虽然是一而具无量的道理 虽然无量而归纳 还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无量唯一 唯一无量 其中无挂无碍 光光相照 是恐恐相通 互无障碍 诸佛 诸佛保护这个说法的 诵法和经的人 能令大众喜 因为佛加倍这个人 这个人说法 大众也都欢喜 大众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愿意的 甚至于他骂人 人也愿意听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有这种得横 要亲近法师 你要能常常亲近这个法师啊 速得菩萨道 能很快就得到这个菩 菩萨所行的道了 虽顺世诗 小 你要跟着这样的法师来 小佛法呀 得见横杀佛 将来你一定会得见到啊 这横河杀树那么多的诸佛 啊 祝佛呀都给你摸顶兽计 说善男子 如一来是当德作福 然后叫什么什么 你看啊 所以听法画经啊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法师品呢 今天就讲完了 当暑假的时候呢 就讲那个建宝塔品 那么谁愿意叫我建宝塔 就来参加这个暑假的班 说我建的宝塔又有什么好处呢 建的宝塔 你可以住到宝塔里头啊 住到宝塔里头啊 那你再就不 你不要忧愁 你没有房子住了 在这个今年的今天 咱们举行这个玉佛仪式 本来释迦牟尼佛呀 出生的日子是 礼拜二 四月初八 今天是初六 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 人人都去做宫许 礼拜二啊 人家都没有那么清闲 所以点这个礼拜天 来举行这个玉佛的仪式 这个 这个 玉佛 这是一种纪念 纪念释迦牟尼佛呀 出生这一天 那么你来遇佛呀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也有人来遇你 你要不遇佛呀 你成佛的时候 也没有人来纪念你 这一切都是因果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有这么多人 是奉行这个 玉佛节呢 就因为他在无量无量节以前呢 已经遇过很多佛了 所以这个玉佛也可以说是呀 就为自己将来成佛做打算 你要不想成佛 那你大可以不遇佛 因为什么呢 你不想种这个因 也不想结纳个果 什么果呢 将来被人遇的果 所以就不必参加 那么说是呀 这个佛是不错的 他是一个大脚 是一个真正明白人 我也想做一个真正明白人 那你就要来遇佛 本来这个佛呀 也不需要我们遇 佛的身体是清净的 为什么要 又要来遇呢 这个遇就是呀 举行的一个纪念 慎中追远这种笑念 笑道 这也是一种笑道 我们的师父啊 释迦牟尼佛 他生出那一天呢 九龙吐水 所以以后啊 这佛教徒就 传留下来 这一个仪式来遇佛 我们是佛教徒 对于啊 我们的师父就应该纪念 应该有一种笑念 所以遇佛 这遇佛呀 并不是说叫你 拿多少钱来遇佛 他拿多少钱来遇佛 那么一般人遇佛呀 就是叫人拿钱 我们这个遇佛呢 不单不叫人家拿钱 我们自己还能 往外拿钱 自己往外拿钱 说你们是有钱的 不错 我们没有说 我们没有钱 所以啊 我们这个遇佛是清净遇佛 不是啊 在这个遇佛的期间呢 就 向人家收了很多钱 不是这样 所以 可以偷钱这个遇佛 这个谢居士啊 代表那个武佩林居士 所以要钱五块钱相由钱 我也没有答复他 我也没有说可以 也没有说不可以 我要说可以 所以我也生出一种贪心 虽然五块钱不太多 这也都是不太干净 我要不说 我要说是不要 这又是 挡他这个做善的一种功德 所以我也不说要 也不说不要 这个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讲经呢 把这个意思要说明白了 说明白了呢 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遇佛呀 不是为了来向人 去牵香油啊 或者是要捐钱呢 我们这出的杂志 也不向人捐钱 有人愿意捐给就可以的 但是不向人去捐钱 一切一切都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